什么?我们的新版本中不仅来了熊大和熊二 海绵宝宝竟然也来淡宅岛了 哦耶 伙伴,伙伴 你们不会还没发现海绵宝宝藏在哪里吧 哦耶 我来告诉大家,真的是海绵宝宝呀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众所周知,我们的摩天轮变成了红色 我们的喷泉也大改版,变成了一个水池 伙伴,你们不会还没发现吧 众所周知,我们的淡宅岛上来了两个大家最喜欢的熊大和熊二 如果你们也喜欢熊大和熊二 那么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应该不会没人不喜欢吧 什么?伙伴,我们的淡宅岛上海绵宝宝竟然也来到了淡宅岛 哦耶 伙伴,你们不会还没发现海绵宝宝藏在哪里吧 伙伴,我真的找到了海绵宝宝呀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喷泉更新了 变成了一个大大的水池 有很多伙伴告诉我说海绵宝宝就藏在最新的水池里 我们走进水池里 我们摸鱼就可以摸到海绵宝宝 伙伴,错,大错特错呀,快看呀 伙伴们,我在这里摸了一天一夜都没有摸到海绵宝宝呀 所以伙伴们,海绵宝宝没有在这个水池里啊 海绵宝宝没有在水池里 伙伴,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其实淡宅岛中的海绵宝宝就藏在 伙伴们,注意看 在淡宅岛上有一个橘色小飞机的房子呀 伙伴们,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在房子下面有一个放盲盒的展示柜 伙伴们注意看 在第三个柜子中间的盒子里 伙伴们注意看 这里面就是海绵宝呀 上面有海绵宝宝的照片 伙伴们,海绵宝宝藏在了这个盲盒柜里 你们知道了吧